Yoshi 那我是曼 跟點進這支影片的各位說一下 這支影片呢 是做給已經看完 默然回首的觀眾看的 會做一個全面性的解析 所以會有很大幅度的爆雷 還沒有看的 可以去看上支比較輕鬆的 不爆雷紮談分享 那因為有些閉題的 已經在上支影片先提過了 我們就直接從電影和原作的差異講起吧 我個人直觀的認為 電影版的敘述手法 真的有讓漫畫好理解很多 說聲音跟畫面的演出效果 最直接的原因是因為 動畫掌握了觀眾在有限的時間內 可以獲得的資訊是什麼 可以感受到的是什麼 厲害的文系都會有暗示性的鏡頭語言 這種不言而喻的美感 讓作品增添了他的藝術性 但還是要分清楚啦 電影中那些角色有話不只說 叫藝術 在現實 叫難搞 常常會聽到有人在說 電影感 鏡頭語言 蒙太奇 一些很厲害的詞彙 不是本科系的學生 可能就只有個模糊概念 於是幫大家問了 從電影系畢業的湯師爺 來幫各位翻譯翻譯 什麼叫做電影感 嗯...23.9比例 你說是電影比例吧 沒有什麼電影感是加黑框無法解決的 一條沒用 那就再加一條 為了表達角色的情感 漫畫中都會用撞聲詞 網點或是誇大的表情跟動作去演繹 用文字寫出主角內心的獨白 不過藤本書的漫畫 則是會用各種不同的分鏡 圓景 近景構圖 讓讀者跟著他的節奏去閱讀 別人一個小隔可以解決的是 他就是要用好幾個 有點像在看竹隔動畫 推薦大家去看《再見會》裡 整部比例出的線索 在2.39比1的比例外 幾乎全篇都是以電影分鏡的方式在畫 完全沒有台詞也沒有文字 全靠畫面在傳遞訊息 透過鏡頭、人物、畫面 去說一個故事 這些放諸四海可以超越語言的隔閡 打成共識 去傳遞訊息的方式 就被稱為鏡頭語言 至於蒙太奇 用於電影上 是指具有意義的電影剪接手法 可以帶領觀眾跳脫空間與時間的限制 傳達更為深刻的情感或思想 蒙太奇又有分 平行蒙太奇、交叉蒙太奇等等 這些都是讓作品有電影感的原因 講完之後再回到這次的 默然回首電影版上 開頭第一顆 從上旋轉而下的一鏡到底 差點以為 我是到了環球嗎? 邊暈邊將觀眾的視野 從藤野異想天開的宇宙 拉回到現實 回到藤野的房間裡 看見藤野在書桌前 埋頭繪畫的一顆長鏡頭 雖然只有背影 但是巧妙的透過桌上鏡子 可以看見藤野在思考漫畫劇情時的苦惱表情 畫得很起勁時投入的表情 都是原作漫畫蜀妙的畫面 導演透過重新構圖巧思 幫藤本樹加入更多場面調度的設計 大量重複性構圖 透過蒙他起的方式去推進時間 做了時間的變化 也傳遞出周遭的景物不斷的變幻 之後藤野的背景始終如一 類似這樣的巧思在動畫面不只這些 有一幕是藤野的金本要分到揚錶的時候 兩個人之間隔著一棵樹 代表著兩人的決裂與身屬不同的世界 透過畫面 就讓觀眾知道 這兩個人之間的鴻溝 短短的時間裡面我就只有看到這個資訊 結果 看到次郎的PO文 他竟然還可以看出 左邊有著組好的稻草堆 暗示著藤野的前途光明 能為金本這封擋雨 而在背景的右邊 則是高山到平地 站在右邊的金本像是要前往深山中 不斷磨練自己尋找出路 僅依靠一個鏡頭就把兩個人關係做出總結 不過這話細看根本看不完啊 連藤本樹本人看完電影後都表示 敢拜下風 動畫不只是把藤本樹在漫畫裡面的巧思 發揮淋淋盡致 就連藤野畫的四個漫畫 在看漫畫的時候可能就一晃而過而已 但是在動畫裡面 四個漫畫就以更生動的方式 讓觀眾可以去直接感受到 藤野雖然畫功粗糙 但是在風景節奏還有故事上 這個可以把有趣總會貫通在漫畫裡面的人 漫畫的魅力之處不只在繪畫技巧而已 而是能否讓人可以跟著漫畫內容共情 導演鴨山清高在接受訪談時表示 原畫師或者是動畫導演的工作方式 與漫畫家很類似 都需要去設計風景與掌握節奏 當我讀到漫畫時 就被故事深深的打動了 我也理所當然地與創作出默然回首的藤本樹老師 產生的共鳴 因此我希望我可以做出一部 我自己能夠坦然面對的電影 創作者對自己的真誠是默然回首帶給我最大的感受 也許是因為跟我成長經歷有一部分的重合 這是我第一次覺得自己能夠了解藤本樹 透過畫面質疑他的內心深處 導演鴨山清高是以繪畫工匠出名的動畫師 導演本人在本作中還堅韌著劇本跟角色設計 親自繪製了超過一半的原畫 在製作這部動畫時也將自己的經歷帶入其中 去繪製這部作品 尤其是在構圖設計跟鏡頭語言上 等等 叫你改編不是叫你超越原作耶 不過在日本首演之後許多觀眾好奇 畫風看起來好像很粗糙耶 導演表示大家以往在看的動畫 都是經過原畫師會之後 由其他動畫師留下重點線條之後 插去線稿而成的 每次看到自己的原畫在修改之後 都變得不像自己畫的 感覺就少了一位啊 所以這次以少數人組成團隊 盡量讓繪畫風格保持一致 呈現出漫畫的感覺 刻意將原畫階段的筆觸留下 想讓觀眾感受到 原畫師在繪畫時的每筆一畫 都是具有意義的 可是導演的線稿很段很難上色耶 那線稿就別插了 直接上色就好了 然後大膽運用色塊 無印的方式來上色作品 就彈爭了 或許有的人會覺得平面或是質感很粗糙 不過也充滿了動畫的手工感 整體的調性懷舊感十足 幾度讓我想起新之谷的節目畫面 比起好色的畫風 觀眾反而能更聚焦在其他優點上 像是內斂的台詞 絕對不會看見角色內心的獨白 也不會突然說出什麼不得了的名言 來做總結 而是利用留白的方式 讓觀眾思考角色的內心狀態與想法 隨著劇情時而奔放 時而壓抑的鋼琴伴奏 兩位新人演員 稍顯稚嫩 卻寫時的聲音演出 物幻心意 美不生瘦的田園美景 比起漫畫凝聚在一瞬間的美 動畫的呈現方式更能讓人勝利其境 那回歸到一開始的問題 漫畫跟動畫在感受上沒有什麼差異 漫畫裡的電影感放到動畫裡面 還不是優勢嗎 在閱讀原作漫畫的時候 可以感受到 藤本樹明快的敘述節奏 跟著漫畫很快的進入狀況 從畫面中傳遞出來的張力 也更能夠直接感受到劇情轉變所帶來的衝擊 少了聲音跟對白的鋪陳 直接用畫面抓住觀眾的注意力 迫不及待想要知道漫畫的後續 就像是中了圈套一樣停不下來 試圖從畫面的細節力去獲得更多的資訊 另一個部分就是留白 讓觀眾要看到畫面後 有更多去思考的空間 每個人的閱歷都不同 在看一部作品的時候 能體會到的 只有自己能共情的部分 所以對於作者的留白跟結尾的寓意 每個人各自都有不同的解讀 動畫也是一樣 根據導演的不同 呈現出的也不同 戀居人一樣也是製作用心 為什麼卻爭業十足 到底什麼樣的改編 能夠讓大多數的原作粉 都能認可呢 只能說 這是很主觀 如果看原作是喜歡看角色相互激盪出來的爽感 那你就會期待動畫也該做成那樣子 如果你感受到 戀居人營造出的獨特氛圍 那或許你就會喜歡中山龍的詮釋方式 至於默然回首我認為完全是沒有這個問題 原作一開始有走明確的小眾路線 主打的受眾本身就是喜歡文藝風格的 對動畫呈現的包容度很高 那只要再注入更多電影元素 原作粉絕對會愛到不行 聽起來有點像在過度吹捧 但我是真的覺得 默然回首 是我今年看過最好看的日本動畫電影 不過真心建議 千萬不要只是聽別人說好看 就跟風去看 結果最後失望回家 在吹上發文爆罵 一看完 這部明顯被捧得太高了 不是 就只是墊步我們對上的問題而已 如果你也有經歷過以為自己是天才 結果只是個庸才的時刻 那或許你會對這部產生很深的共情 許多人會好奇 藤葉和金本 對應作者的名字 藤本樹 難道是作者的半自傳嗎? 我相信是有點自傳色彩的 不是她的自傳是她妹妹的 兩個女孩在漫畫之路上相輔相成 彼此競爭的故事 描寫的主角們在名為友誼的關係中 各種細膩的情緒 透過完整的架構 從相識到離別 各自追逐夢想 再到意外的發生 面對無法預期的災難 失去重要之人的人 又該如何消化 沒有親身經歷過的 很難想像可以寫得這麼到位 大家都知道藤本樹是個電影狂熱分子 在魚人作漫畫裡面 有許多電影的彩蛋 電影版看下來省略不少 不過卻保留藤葉房間裡面 蝴蝶效應的海報 暗示了故事的後半段 藤葉在經歷了金本事實後 因為心中的悔恨 杜撞出一個假想的品行世界 一個 如果金本沒有遇見自己 如果自己當初沒有打開金本的房門 是不是就能讓金本避免危險 好好的活下去呢? 幻想著未曾相遇的兩人 在之後會展開什麼樣的生活 又會如何再次相遇 卻發現 兩個人早在笑看上面連載的時候 命運就已經互相影響了 即便金本沒有走出房門 沒有因為藤葉而開始畫漫畫 還是會喜歡上畫畫 還是會考上美術大學 還是無法避免意外的發生 另一個世界的藤葉 在被金本擊潰信心後 就徹底放棄畫畫了 聽從了家人的建議 乖乖去練空手道 偶然在路上 看見了一個男子鬼鬼祟祟的 拿著兇器走向金本大學 靠著自己苦練多年的空手道 在危機時刻拯救的金本 在金本發現藤葉 就是小學時候 在校看上面連載漫畫的同學後 再次告白 兩個人相約好以後 要一起畫漫畫的happy ending 後來的金本 將這條故事線發生時 畫成了四個漫畫 透過門縫 傳給了現實世界中的藤葉 一扇門鑲著兩個不同的時空 魔幻寫實的方式 為故事增添了許多浪漫的色彩 不過金本的畫風 應該走的是寫實路線 可是結尾的四個漫畫 更像是藤葉的畫風 或許正是藤葉畫的 因為藤葉打開房門進到金本房間後 看見漫畫的紙條 是從窗戶上面飄落下來的 看見金本的房間裡面 到處好好收著藤葉的新舊漫畫 藤葉的親筆簽名 因為兩個人分到揚鑣後 金本也還是默默關注著藤葉 將藤葉的作品 都當成寶貝收藏起來 對此刻痛失自由的藤葉來說 就像是在鼓勵他 繼續畫下去就對了 我會一直在某個地方支持你 哼 說到這邊就好想哭喔 但還有更令人想哭的 當時作品出來就有兩個假設 一種是藤本樹有個像金本這樣的好友 也因為意外而上升 另一種假設是 故事中的金本 象徵著金阿尼 默然回首發表於金阿尼縱火事件的兩周年後 當時就有許多人認為 這部漫畫是在悼念金阿尼事件 故事中的金本 也就是京都動畫本社的意思 藤本樹曾經在自己訪談的時候提到 自己從小是喜歡看漫畫 但說到入宅之作 那就不得不提 由金阿尼改編的 涼工春日的憂鬱 讓他成為金阿尼的粉絲 在結尾可以看見隨機傷人男 跟金本說 為什麼要抄襲我的作品 欸? 這不就是金阿尼縱火男的犯案動機嗎? 當時縱火男拿著汽油 走到京都動畫公司 指控京都動畫抄襲他的小說 除了金阿尼事件 也有網友認為 這也致敬了京都京華大學的隨機傷人事件 世上一直到存在著大大小小的天災人禍 都讓人類感知到自己的渺小 對現實的無能為力 藤本樹在大學入學時 正好遇到311大地震 他入學了東北藝術大學 就因為地震 不得不暫時關閉 欸對 就是漫畫裡面事件發生在三行線的那個學校 隨便畢業了也不放過自己的母校是吧 還好學校發推表示支持 之前介紹藤本樹的時候有提到 因為大學的延後入學 跟不可抗力的天災 都是促成藤本樹成為漫畫家的原因之一 藤本樹在大學時期 是有參與救災 擔任志願者的 他回憶說 那時候班上30幾個人忙了一整天 根本就沒能起到什麼作用 那是人生第一次體會到什麼是無力感 從那之後這樣的心情 就一直埋藏在藤本樹的心裡 就連在他的漫畫裡面 也總能看見主角在面對儀式之人的無力感 如果自己可以阻止悲劇發生 如果自己也身陷其中 能不能拯救某個人呢 每當發生悲劇的事件 心中的無力感依舊難以宣洩 或許是直到金安妮事件 藤本樹才將這股心情化為創作的動力 創作出的默然回首 而電影也選在五週年悼念日前夕上映 獲得日本當週票房冠軍 到現在也已經累計了12億的票房 作為一個漫畫家 藤本樹已經把自己能夠發揮的影響力 發揮到極致了 聖衛有在創作漫畫的漫畫人表示 默然回首 就像是他們的黑歷史 有吧有吧 藤也最開始畫畫出了興趣使然 還有受到同學老師們的誇獎 產生虛榮心 哎呀!難不成我是天才嗎? 這部分我超激動 小學時候都會有段特別狂妄的時期 不論初衷是什麼 因為周遭人的認可和稱讚 就這樣一路花下去的人大有人在 直到遇見了比自己更厲害的人 那種夾著的羨慕與嫉妒 欣賞又挫敗的心情 才驚覺自己根本平庸的不能再平庸啊 從小長輩就說 你要努力努力就能趕上天才 但可怕的是 那些天才同時也持續的精進自己 永遠追趕不完啊 讓你認知到理想跟現實的差距 於是放棄的人更多 如果沒有遇見金本這個薄樂 在人生的某個階段裡面 就會像藤也這樣順其自然的放棄畫畫 藤也最後回頭審視自己 尋找自己畫漫畫的初衷 其實只是喜歡看見金本 因為自己的漫畫產生共鳴 隨著漫畫劇情時而歡喜 時而悲傷而立 因為漫畫而相伴點點滴滴 浮現在眼前 默然揮手 看見房間門上 掛著那件有自己簽名的衣服 不是只有自己在看著金本 金本 也一直都要看著自己的背影在前進 哪有想到我最近很喜歡的獅衣頭補 即便想要忘記棒球 還是會不有自主的心生向往 不管獅衣幾次 還是會重新喜歡上某個事物的心情 對於藤也跟金本來說 無論兩個人會不會相遇 漫畫都已經是他們生命中 不可缺失的一部分 明天和一位永遠不知道哪個不先來 如果愛上畫畫卻會遇害 消極的人會寧願永遠不要愛上畫畫 像我有時候在夜深人靜的時候 也都會想 如果當時這樣做就好了 如果當時沒這麼做 事情是不是就會變得不一樣了 遺憾錯過了一段感情 錯過了改變一生的決定 電影機會 錯過說出感謝跟抱歉的時機 但我想金本 人會毫不猶豫的選擇畫畫 因為只有這樣才能遇見藤也 享受和藤也一起創作的點點滴滴 默然回首的原名 Look Back 所有的希望讀者能夠好好關注背景 更深一層的含義就是回頭看 結合漫畫第一頁黑板上面的Don't 以及最後一頁左下角的書名 In Anger 組合起來就是 Don't Look Back In Anger 來自綠洲合唱團所寫的一首歌曲 別帶著悔恨回首過去 綠洲的另外一首 在《蝴蝶效應》電影中的片尾曲 Stop Crying Your Heart Out 其中的幾句歌詞更貼近默然回首 所有的星星都會消失 但總有一天會再相見的 所以帶上你的必需品 踏上自己的旅程 別再哭得私心裂廢了 片尾的那顆鏡頭 從白天到黑夜 再到隔天的日出 時間並不會因為誰失去而停留 回頭看看過去 是什麼支持著今天的自己 然後擦乾眼淚 繼續向前 最後藤本樹透過藤野這個角色 提出一個色問 漫畫這種東西 自己明明不喜歡畫 畫著既不開心 又會遇到很多麻煩 有時候畫一整天也畫不完 明明做讀者還比較划算 那為什麼還要繼續畫呢 欸? 這不就是我們每天工作 都會問自己的問題嗎? 就是一個很簡單的答案 因為一旦放棄了 那過去努力過的痕跡算什麼 追尋別人背影的同時 或許有人正在看著你的背影 因為你得到了一些能量 想想 又會不自覺地繼續下去 好 那如果喜歡這支影片的 可以按個喜歡 或者是投個超級感謝 小小支持我一下 然後最近 YouTube有推出一個新功能 叫熱推 如果喜歡的話再幫我推薦一下 就這樣